在三角色的情況下還是有穩定的一個19趴 那怎麼樣看這個戰局要尋求突破 事實上是這樣啦 目前雖然藍綠是台灣的主流政黨 但是不喜歡藍的不喜歡綠的 還是有相當大一塊比例 那過去是沒有足夠強的一個政黨 去Hold住這個所謂的不喜歡藍的不喜歡綠 那民眾黨至少這三年半下來 慢慢他也站穩腳步 所以很清楚 對於那些不喜歡藍的不喜歡綠的 他總是有個聚集的地方 這是為什麼這百分比會出現 特別是我老實講 在去年方山山選那25趴就很清楚 台灣的第三勢力終於有一個比較穩定的數字 故事就是這樣 所以你現在看 因為現在就是民調都有顯示 就是侯友宜他是往下降的 那主席你現在都是持平的狀態 你覺得你有在 你有可能是在明年 你還是有一定的這個籌碼 跟把握可以去左右戰群嗎 這個這樣嘛 英文叫wait and see 請各位吃瓜群眾繼續看下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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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o 謝謝 你